Fear it 創新秘籍 創新密碼 大解析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位於台灣東北邊的基隆 基隆在古時候就叫做基隆 在這裡它有著深水谷灣的天籃港 所以它又有海港城之稱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街道 一身放海風景相當的宜人 只是建築物景色相當的老舊 而且布滿了鐵欄杆 就像一座禁錮已久的牢籠一樣 我們說城市要改變 就要先從建築物開始改造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進入創新秘籍 重新看基隆煥榮一新的故事吧 現在在我身後 就是在基隆非常有名的中正公園 先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這個就是待會兒我們要來 拜訪的這一間老舊的主廁 那這間老舊的主廁 大家來看一下照片 又破又舊耶 真是讓人不敢相信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它經過大改造之後 已經完全的變身囉 在我們正式來探訪這間主廁之前 我們一起來拜訪基隆在地的好朋友 哈囉 嗨 嗨 又長哥你好 師師早 聽說又長哥啊 他是這間主廁的設計師是不是 對 就是當初 因為我在找辦公室的時候 找到這個地方 那後來用了一些小小的一個經費 然後把它做了一個大的一個改造 那在改造之前我們可以看到照片 看起來又破又舊耶 那在改造之前有什麼樣的故事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當初我在找辦公室的時候 其實就是只有在二樓而已 那本來是想連樓下的咖啡廳也一起頂蠟起來 就想讓它變成是一個藝文的一個沙漏 但是因為經費的考量 我們就只有住了二樓 那剛好樓下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麵包店跟咖啡廳 它的老闆是基隆人 對 然後而且是我高中的同學 哇 所以因為這樣子一個機緣的關係 所以就是很恰巧可以租到二樓的一個空間 所以聽說三樓也一起 對 我們也是一直下來 對 後來我第二次參選立委完了之後 想說講了這麼多的一些理想 那不如做給大家看 所以後來跟這個屋主這個老婆婆 其實她不住在基隆人 她住在台北 那我跟她講了很久 因為她以前的基隆人在樓上 她跟她先生在這個地方 有很深的一個感情 在這邊生活了很久 有很多的回憶在這裡 對 所以她不想要人家去碰她 那我把我對基隆的一些想法 跟我要改造這個房子的一個想法 分享了好久之後 她說 終於下定決心說 好 給你卡 看你穿在那邊卡都沒關係 那她就把這個房子 就是很信任的交給我 哇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佑昌哥 趕快來讓我們看一下 改造後的房子變成什麼樣子的 好 佑昌哥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 被改造完建築物的入口處了 那其實很好奇 在入口處的部分 你做了哪些不同的變化跟改造 其實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歡迎人的地方 然後特別是這一個入口 其實它是雙面的 雙面的 在晚上的時候 是會有燈光打進來 所以這邊有個機能的發電 那你把它翻過來之後 打開之後呢 其實這另外 它也是像一個看板一樣 那在這個部分 你也是做了不少的變動對不對 其實我們整個的一個設計板 就是希望它是一個 自然秀石的一種感覺 然後比較低調 很多人說 欸 怎麼那麼低調 其實是晚上的時候 燈光會透過這樣打出來 對 它會有種風情 那相信觀眾朋友 大家應該很好奇 改造之前呢 這個入口處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趕快給大家看一下了 你們找得到在哪裡嗎 就在這邊 天啊 又唱歌了 這個改造之前 哇 絲毫沒有可親信耶 你就不會想要走到這裡來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入口呢 是 就是很 怎麼講 很一般的 最常見的一種入口的話 就是不歡迎人 然後 就鐵門 然後可能看起來 對 白鐵的鐵門 然後這個很陰人 然後這個非常排外 那所以當然整個的一個空間的 這種感覺 就覺得不喜歡人家進來 會比較疏遠的感覺 對…不喜歡人家進來 那我們後來把它設計成是 有點引誘你進來的 對 就會覺得 一種藝紋氣息在裡面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進照的部分 是不是 連包含這個樓梯口 你們都做了很多的變動 對 因為基隆很多的 這個老房子 其實都是長這樣 入口都是長這樣 然後氣牙牙 就是很防衛 很保護 然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歡迎人家進去 對… 那其實如果今天你把它解放了 你把它這個心胸打開了 其實它是可以變成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入口的一個環境 哇 在進去之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整個走道上 你也做了很多 細節上的用心喔 對啊 像… 像基隆的這個樓梯 為什麼會讓人家覺得很壓迫 然後很陰暗 對… 所以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它很封閉 那我們當初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就想辦法把它整個視覺的這個 全部都打開 可以往外延伸 所以把整個牆面 其實把它整個敲開 盡可能的敲開 然後本來這個地方 也是封閉起來的 把它也把它整個打開 所以這裡原本其實是 一整個牆 對 是一道牆 是一道牆 那… 所以以前的 基隆的最典型的樓梯 就是說一支樓梯 從一樓然後燙到四樓 然後整個很狹窄很陰暗 這樣很壓迫 對… 所以然後為什麼只有人 一下也就覺得濕濕黏黏黑黑的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那加上 我覺得這盞燈看起來 它就不簡單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老房子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搭配這個房子 所以特別是… 就是保留這個房子 它原來那種老舊的味道 對… 然後其實就是一種 城市的一個風情 康昌哥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空間 就是原本你一開始有提到 要跟房東婆婆租借 也成為辦公室的一個空間 那在這裡整個經過你的橋手 改造之後呢 會覺得為這裡整個空間 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 包含在我們身後呢 這一整面的窗戶 聽說原本是那種老式 然後一條一條那種鐵欄杆 對不對 它本來因為安全的關係 所以用那個白鐵的一個鐵窗 把它整個都封住了 對… 所以很可惜後面是 進入最漂亮的中鎮公園的景觀 對啊 那整個把它封住之後 其實感覺喔 像把自己關在家裡面 就好像一間… 好像監獄一樣 對…好像一間監獄一樣 就很可惜 那這個地方本來是 這個梁媽媽他們的臥室 因為充滿了她跟她先生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記憶 所以本來都不讓我們碰 上面就是一個廢墟 那… 還有很多那個野貓啦 還有很多小動物的地方 喔… 那… 我們後來呢 因為我們空間上使用的需要 因為我們需要開座談會啊 然後需要辦一些活動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本來她… 這個… 他們那個… 就是說… 起居室 他們的起居室 對… 本來有一個通道的牆… 那個…門 把它改了一個方向 讓前面的這一個… 簡報的一個空間 能夠整個變得很完整 對… 那這個地方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特別設計的一個小的 像辦… 講座啦 辦小型的座談會這樣一個地方 那岩漿者 岩漿者就可以像我們一樣做的 坐在這邊 給你是麥克風 我們就可以在台下聽你講 對… 然後我們其實這個地方 因為空間不大 所以我們所有的家具都非常的彈性 那不佔空間 如果在某個… 這一個… 天氣很好的下午 其實坐在旁邊 本來這邊都有放沙發 然後坐在這邊 然後你放了一杯咖啡 然後後面點個燈 拿一本書 其實可以在這邊坐一下午 哇… 因為窗外的景色是這麼的美好 對啊… 你覺得整個人好像非常的悠閒 那你轉過來看到 你又是在都市裡面 對… 所以其實真的就是看說你怎麼樣去… 規劃設計這樣的一個空間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其實不大 大概只有十多坪而已 可是因為整個環境的一個改造 所以很多人來這邊說 哇…這個地方好大喔 其實不是 這是一個空間上的一個魔術 就是說你把這個視覺的一個… 穿透性把它整個打開 對… 外面的所有的景觀 通通變成我們家人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辦公室叫做基隆光點 那我們就是希望這個地方 能夠發光發熱 能夠… 是一個有希望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初在規劃跟設計的時候 找很多的燈的意向的東西 像… 像我們身邊 這個東西就是… 船燈 喔… 又昌哥這個是船燈 對啊 這個是船燈 哇… 我第一次看到船燈耶 對… 好酷喔 而且它是一個… 還滿有歷史的船燈 因為船有左旋右旋嘛 那就像那個… 我們汽車的方向燈一樣 好… 所以就是在海上行駛的時候 可以告訴大家你的方位 要往哪這樣 對… 而且它是一個油燈 是真的有歷史 是真的可以用 哇塞… 它是一個油燈 它的這個設計的原理 非常的特別對不對 對啊… 然後它這個… 本來它有玻璃罩 它有一個玻璃罩 然後中間有棉芯嘛 然後裡面放這個油 然後可以點燃 點燃之後呢 它這個光線會… 反射到後面這個… 這個金屬面 這個鏡面 再反射出來 我們要去鋪顯一個… 或者說把在地的一個意象 把它規劃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是…我覺得有這兩盞燈 放在窗台邊 你會覺得那種藝紋氣息 又更加的蓬勃了 而且因為基隆是一個海港 對… 而且基隆是一個… 就是大家意象裡面就是船 然後… 所以我們特別那個時候還… 也是因緣基隆 因為剛好去找到這樣子一個燈去 船燈然後把它收藏起來 對 它就變成我們這個空間 其實在這個空間呢 我們發現啊 你為了要留住更多的那種藝術人口 這種的藝術人口 所以在三樓的空間 打造出一個很藝紋的一個空間 那很特別的是在這個門面的部分啊 聽說你也做了大幅的感造對不對 嗯… 當初就是… 在想這間房子的一個顏色的時候 本來是希望說 讓這個房子一個溫暖的一個感覺 那…所以那個時候選擇一個 很像地中海一個紅跟橘的 這樣子一個設計 那因為基隆… 因為冬天也太下雨很冷 那可是現在我們發現市區其實很多的燈具 其實都是用冷色系的 包括藍啊跟綠 那其實會讓這個更冷的感覺更強烈 那… 對啊 那所以我本來想說一個海港的一個城市喔 本來它的顏色應該怎樣 應該是… 嗯… 其實一個海港城市應該是熱情的啦 嗯… 對 它應該是… 就歡迎大家來到基隆 對 它應該是文化多元 然後色彩繽紛 像馬賽克一樣 什麼顏色都有 然後… 它應該是怎麼樣 就是說 它是應該很積極 很熱情 很奔放 然後很勇敢 像那個百浪桃桃有沒有 那個海浪 然後你很勇敢去奮鬥 這樣的海港的一個精神 對 那這個東西應該體現在這個城市的一個 色彩的一個設計上 所以我們當初在想這一個辦公室的時候 也希望讓它有一個溫暖的一個顏色 就像我們一開始 給這個房子的一個名字 要藉用光點亮嘛 現在要光的一個顏色 是一個亮點這樣子 對…發光發亮的一個名字 哇 又昌哥 一走到這個三樓的空間 你很自然而然呢 就會想要坐在這裡 然後自然而然 整個人就會好放鬆喔 整個空間呢 讓人覺得那種可欺性是非常的強 在這邊有看到很多的榻榻米啊 包含在我們後方的一系列 看起來又很像古董的 柜子 這裡也都是你精心下去做設計的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本來像這個榻榻米 本來是在二樓 那我們這一次改造的時候 把它安上來上面 那像你前面看的這麼明亮的一個窗戶跟視覺 其實本來是一堵黑暗的牆 因為像基隆啊 人家都說愛下雨嘛 所以像這個榻榻米已經用了六年了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什麼整理過 也沒有什麼發霉 所以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為什麼基隆可以用這種榻榻米 其實還是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把環境改變了改造了 其實那個整個 像它的整個小的圍氣候就改變了 我覺得那個就是 怎麼樣去營造一個空間的一個氛圍 是很重要的 那像現在這個地方 是有我們開放給那個圖書會 有外面的圖書會 圖書會小圖圖 就我們這個空間 讓他們可以來這邊練習 對 他們自己來這邊 自己開圖書會 對 剛剛講基隆 有它很好的一個發展和環境 只是說 沒有好好的去整頓它 把它包裝過後 也非常不感 對 沒有好好的一個規劃跟設計 因為基隆在過去五十年前 是全台灣最美麗 最進步 最發展的一個城市 那所以 吳昌恩在想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們說 基隆要怎麼改變 其實基隆要改變 就是從自己開始改變起 然後從每一個小小的地方 每一個小小的改變的機會 來做起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我立委選完之後 有一點給予款 所以我們整個房子 從二樓 三樓 四樓 整個的改造的經費 也只有一百 大概四五十萬吧 對 那可是它達到的效果 可能是兩倍 三倍 那因為自己做規劃 做設計 然後自己找公班來做施工 所以所有的 花費的經費是非常節省 但是它達到的效果很大 那我只是想讓 所有基隆人看到就是說 其實要改變基隆人 或者改變一個環境 沒有那麼困難 一個小小的一個辦公室 可以改變 一個建築物就可以改變 一個社區就可以改變 然後一個城市就可以改變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都要用心 然後真的基隆要改變 其實就從一個小小的地方 開始做起 那去累積一個大的一個改變 而且你其實就是強調 從你自己開始改變對不對 因為你能夠把房子 改造成這個樣子 代表你其實在未來 也可以為基隆做很多事情 然後可以從每個地方去左手 然後改變 對啊 就是每一個人的家裡面都會這樣 對 而且很多人都說基隆愛下雨 可是我常常講 其實下雨跟這個 基隆所謂的山坡地很多 很多大家有一種錯誤的觀念 覺得說基隆好像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發展 其實這個是剛好顛倒 其實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愛下雨 可是你會覺得說 下雨有一種風情 對不對 你去到倫敦 去到巴林 你在下雨的一個季節裡面 你就會在那個空間裡面 會覺得好美喔 好詩情話 好想談個戀愛 可是奇怪 為什麼來到基隆就不一樣 變成是老虎 那差那麼多 我覺得是不是那個 世隆給人家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每一個小的一個空間 小的一個細節 也是美的 是有質感的 那它即便下去雨來 它也是很美的 可是如果說這個城市的環境 其實髒髒的黏黏的 臭臭的 陰暗的黑黑的這樣 對 陰暗的黑黑的 那你自然就給 人在這個行走的感覺裡面 是一個很舒服的一種感覺 所以透過環境 透過規劃 透過設計 你是可以改變 這個城市的整個質感 那我剛剛就講說 更不用講說 基隆在50年前 是全台灣最漂亮的一個城市 因為它什麼都美 它什麼都美 建築也美 人也美 風情也美 文化也美 然後又有山又有海 對 對 那我常常講 剛剛講說像山 就是 山不應該變成是 這個城市的一個制園 反而應該變成這個城市的一個特色 對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最好的飯店跟餐廳都在山上 要嘛 要嘛在山之巖 要嘛在海之角 對不對 一定是風景最棒 是 然後view最好的一個地方 真的 那端看你這個一個規劃跟設計者 你怎麼樣去運用這個環境和考慮 那對於就是基隆的面容的改變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基隆其實 未來應該要變成一個小而美 小而精緻的一個地方 一個人文之度 一個藝術之城 因為 你就地方小嘛 你地方小你就不要去跟人家大 所以我們只能跟人家比 深度 比精緻 比人家棒 比人家美 那比人家有風情 基隆因為有一個優勢啊 因為我們在大台北都會的旁邊 對 其實是大台北都會的一部分 你可以以這個大台北都會 作為我們的一個腹地 或者我們的一個靠山 你應該是把外面的這樣子的能量 跟這樣子的人 它吸引到基隆來 對 而且基隆是最有條件的 所以我剛剛就是講說 基隆應該要變成是一個風情 很有風情的一個城市 那它不難治理 因為在國際上一個 大概30萬人到50萬人 一個城市的一個大小 其實是最好治理的一個尺寸 對 基隆大概就30幾萬人 它絕對可以變成全台灣最漂亮的一個城市 將廢墟改造成為遺骨遺金的辦公室 是一種創作 更成為了基隆市的新亮點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看 這個從廢墟變成在地新亮點的建築物 豆昌哥在這個車水馬龍的交叉路口 我真的很難想像 在我們身後 哇 竟然有一棟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而且它看起來真的很像是壽屋那種感覺 我聽說其實在這塊土地上 之前有因為產權的問題 那讓這塊土地差一點就變成了真正的廢墟是嗎 因為這個塊土地其實是在一個市中心區很好的一個位置 但是之前因為一些因素 所以就一直荒廢了20幾年 那也是在一個機緣的狀況之下 兩個地主其實都是很得高望重的醫師 他們願意把地來借給我 最重要也是因為說他們希望基隆能夠有一個不一樣的想像跟未來 豆昌哥一走進來這個空間裡面 除了明亮還是明亮 那其實走進來我有發現呢 所以在二樓這邊啊看起來呢 有這個看台區的一個設計 都很像那種有帶有貨櫃的那種異鄉對不對 對啊 因為本來這個紅色的也是 本來規劃就是四次適合貨櫃場區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保留 一個中間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就是讓市民可以自由進來 那它是一個show room 它就是一個展示的一個空間 那如果要做一些簡報啊 或者說一些3D的一些影像 的話你其實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你會看到牆面 就有的一些對基隆未來的一個想像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城市的願寸館 比如說你走到進來這個地方 你不需要任何人去做解說 你光看圖面光看影像 你就知道說OK 基隆的未來應該要怎麼走 其實燈具有用的很少 對 其實很節省能源 對 那因為整個都是用玻璃 整個都很明亮 然後用自然的彩光 所以其實裡面其實也是一個 環保的一個設計的一個概念 它其實在裡面我有發現 你只有用三種顏色 紅色 黑色跟白色 那為什麼會特別選用這三種不同的顏色 然後下去做整體的搭配 因為我覺得其實簡單 自然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心 那心其實就是熱情 愛心 然後給一個 passion 不代表也是一個溫暖 然後也是一個熱情 所以我們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只用最簡單的黑跟白 然後跟紅色 來代表整個這個館的一個意向 那我們都知道啊 其實一個城市它要創新 它要進一步 它其實需要人們很多的勇氣 跟改變 那在這邊也想要問一下又長哥 在對於基隆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你自己有什麼樣的創新面積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 就我剛剛一直講就是說 我們要把握每一次小小小小 改變的一個機會 然後從自己的身上做起 而不是去外求於說 OK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別人要怎麼做 如果我們今天希望這個城市是一個 美麗的 乾淨的 一個宜人的 從人的角度出發的一個城市 它就會變成那樣的城市 那如果今天你什麼都不在意 什麼都不在乎 末世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冷淡 然後一個沒有魅力 沒有一個生氣的一個城市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一個市民 它對這個城市本身有什麼樣的 一個想像跟熱情 有那個熱情 有那個想像 那個城市自然就會往那個方向去 它就會散發出生命力了 對 這個城市的一個熱情 跟生命力是在所有的市民的身上 不是在所謂的市場 或者是在某一個人的身上 是所有三十七萬多的 基隆市民的身上 非需改造 土地活用 注入一文新生命 讓基隆這個海港城市 有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下一次來到基隆 您還會發現 有哪些創新與創意的改變呢 就讓我們盡情期待